眼前这辆04款的宝马146M3 便是塔瓦里花了500码内从网上拍到的 自从那辆法拉利修坏后 休息了得有大半个月 这天塔瓦里就寻思着上网逛逛 只看不买的那种 结果就被这辆宝马吸引住了 左看看又瞧瞧 瞬间就有点心动了 不过呢 人家介绍说这可是一辆泡水车 而且当时在水里泡得还挺严重 通过照片 咱们可以看到 除了车顶没有被烟外 几乎是整辆车子都被淹了 但是它便宜啊 塔瓦里想着到时候给它修理好 然后平时用来买个菜根带布 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车子匹配的 还是个六速手动变速箱 塔瓦里能不动心吗 于是本着碰碰运气的心态 最终用自己维修上辆车子 剩下来的预算 将其拍了下来 还别说 它这引擎盖设计真心好看 另外后备箱配了个小尾翼 让人感觉更有运动气息 这么看了一圈 整体车身状况还是很不错的 跟图片介绍的没啥区别 不过它这前保险杠两侧 是掉漆了吗 感觉怪怪的 轮毂盖不知道怎么被弄丢了 塔瓦里猜测 可能是在水里 泡霉了 另外 副驾驶座这边的车门 也有损坏的现象 一个很小的洞 这翼子板搭配这种格栅 真心不错 就塔瓦里鼓刀的这块车门内饰板 都是一些皮革装饰件 这辆宝马146M3的座椅 还配有电动调节功能 虽然车子闲置差不多有三个多月 岸道里泡的水 应该都晾干了 塔瓦里担心指不定车内 还存有积水的状况 所以都查看了一遍 这车内饰的沙子挺多 等会还得用吸尘器清理一遍才行 主驾驶地毯下面 未发现有积水的迹象 车身虽然看着挺小 但这可是 一辆两门四座的轿跑 内饰还得是这双拼色 看着带进 门框周边的密封像胶条 塔瓦里也检查了一遍 没感觉有积水 保险丝盒的情况 看着也很不错 挺干净的 可能不放心 塔瓦里还给保险丝都拔出来 检查了一圈 没发现 有积水跟生锈现象 接下来 咱们来看看 发动机舱的一些状况 它这还在发动机上 加装了一根固定架 该不会是怕发动机抖出来吧 机油的状况倒是不错 不过好像是没多少机油了 简单检查完车况 塔瓦里紧接着 将这辆宝马146M3 开出去跑了几圈 测试看看 会不会出现什么故障 比如车子自动熄火 跟无法正常挂挡 还有故障马啥的 结果可想而知 开了不到10公里 车子就出问题了 测试过程 塔瓦里停车上商店 买了点东西 重新启动这辆宝马M3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最后实在没招 叫拖车拉了回来 初步判断 可能是交流发动机出现了问题 下面塔瓦里准备拆解发动机舱 进一步查看故障的来源 但愿车子不要有大的机械故障